全意问答 没什么好搞 搞到后来就搞出事情出来了 坚持自己正确的理念 好好做人 好好学佛 然后慢慢的 就会冲破自己思维上的牢笼 很多人就是害怕 冲不破自己思维上的牢笼 得忧郁症的 我怕我怕 我不行啊 我吃不消啊 我精神压力太大 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明白了吗